他开始扫腿了 让自己的胯部更灵活一些 他其实不是那个 恩波尔格斗里面战力打得最好 或者说最依赖战力的 他其实是打摔结合很好 打摔 这个扑摔进得很快 打摔结合很好 这选手均衡性很强 再踢 往下拉 一踢 下位 没有拿着位置 但是 肩甲 没成功但是破坏了重心 对 金现在是就被摔了一次在数据统计里 比达还是要缓一下 但是时间确实到第三回合了 心态木扁着急 真的着急啊 冲过来了哟 金向远 金向远 这边是抠着一扎的下巴往上捋 这样的话把一扎的头往上抬 对 这样的话把整个力的传导线就给断了 金向远的后一扎 越急躁金向远可能能够抓到机会就更明显 有一个 一扎 一扎 表示重拳我也要跟你拼 这些动作 还是要小心对方趁你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的 在这个状态又急躁又是第三回合体能下降 哎呦 一扎是完全是拼着拼拳啊 这个意志是真的值得肯定 没火气怎么算年轻人 是 后边扫踢 金向远开始要大反击了 金向远几乎是在全部的比赛过程当中都执行了这个战事 对 他觉得有机会了 是 比赛现在是有一点 情绪有点 调整了一下 调整了一下节奏 调整了一下节奏 实际上金向远目前的心态是他认为比赛走向更利于他 比赛前面的判定更利于他 但是按照UFC进来的这个挺长时间的判定 其实也未必 毕竟是一扎是掌握了主动权 共激 两个的有效打击数都不高 是 呃 他有第一回合控制一扎的一个时间 一扎有几次爆摔的成功但没控制 是 所以这个维度就取决于三名场面裁判喜欢的倾向了 现在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判断 对 又重 再扫 一扎是对现了自己的承诺的 是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表现得非常积极 单腿 顶线 这个重心没抄起来 但是马上换成打 最后的1分40秒 谁能坚持住最最后这时间 一扎这时候还得冲 这时候知道很累 但这个时候冲对于判定的效果是好的 没错 要加强对这方面的印象 对 甚至有可能抓住一波机会拿下 两拳 三拳 体验员明显是更想拖延时间的那个人 那这个比赛肯定不会朝着他能取胜的方向走 是的 前刺 尖尔出拳太少 从比赛态度上面 现在逐渐的是高下力判了 对 一扎后手 再跨一步去打拳 跨步的时候进行 看一下 这个在统计的数据上一扎是占优的 比较明显的优势了 对 对 舍身踢 出枪杠镜舞 对 从这个数据上看 今晓尔赢的机会不大 是 今天一扎在战力方面的侵略性表现得不错 后手 听王周在下面那个好拳 川普 特别带劲 左手摆拳 一个大摆拳 15秒 10秒了要拼了 再冲一波 这手得拼了 转身又舍身圆跃踢 我天 这个就没有必要 但是今晓尔也没有扑进了 没有去